好 接著下一套 我覺得這套是很輕鬆的 給他面子 用耳朵感受到耳朵 我感受不了 不好意思 老師 因為我們明白 因為有太多女生 裡面有一百多個 怎麼看 她動畫出不完 我知道 也糟糕了 這麼多女生 本身是臨時女友 臨時女友是假的 不是假的 臨時的 課金就有 課金就沒有 真是現實歸現實 都是今次之上 課金之後不一定有 只抽一種才有 告訴你 抽不中你沒有 電視角色 我數來數去 都要有三四十個 應該有三十幾個 但我又不逐小數了 她最後一集 新年的時候 拍攝合照的就是動畫會有推出的一堆 有一堆還沒有推出的就知道 你不覺得像《二零一幾》那些《恭喜發財》那些賀碎片嗎? 你不覺得那些 整群人都出來了 每個人都在這裏 對呀 每個人都在講《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OK 完蛋了 完蛋了 當然 我們常說這套東西 雖然說 她需要的人是多 但是故事 頭七集都很瘋狂 她說故事的嗎? 有 主要來說 如果大家有留心 看看每集 其實追名深實 都會有一點點間場的 就算沒有人在 都會間場 突然閃一閃一閃出來 主要那三四位 都一定會有間場的 就算她不出聲 都會有樣子出來的 例如《匈拿利人》 《黑落雅龍妹爾》 《金色頭髮》的兩個女生 只要你喜歡那幾個故事 或者喜歡那幾個女生 你會看到下去 要不然你就很難看下去 因為頭七集實在太亂 而且七集是每集不同群組的女生的故事 看上去是很辛苦 不是 她連女生背影都不會介紹 你有玩遊戲 你就知道 你不玩遊戲 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你是正 你的粉絲項都不要緊 但是你粉絲項都不要粉絲項 即是她人物介紹的複雜程度 是比這個《Wakeup Girls》更加複雜的 即是一開球你不知道她是誰打誰 更加不知道 《Wakeup Girls》是甚麼 不知道 個性 不知道 家企有甚麼關係 不知道 多少年級你都未必知道 你看到最後才知道她是甚麼 我是記得誰呢 由目逼配那個《不知火》 那個女生因為不太出聲 和隔壁串嘴一點 所以我就記得做和服 就是這三個東西 如果你說記得其餘的那些 散的那些 就是都是散的 由目逼配這個散的角色 和服那個她好像嚇串了 當然 其實整套東西 主要賣都是賣做這個粉絲體操的 崔明心實的 隔壁多 和那個外國來的女生 其實說真的 後七集真的頑皮 不過 及後其實那幾集做得不錯 特別是做那個 尼凶牙尼的女生 說要在新年走的那一集 不過 頭那一半是OK 後面那一半問 為什麼她說 那個爸爸說 那個女生在日本危險 因為其實就是想說 一些文化差異的誤會 說起來就很噁心 你要明白 一定會走 她走的時候 基本上女生都不行 所以一定會留在日本 不 留在這間學校裡面 讓玩家可以抽她 對 當然 最後那一集 新年也不太差 不過 說真的 除了你很喜歡 裡面的故事 或者是女生 或者你玩開這支遊戲 如果不是 我想你很難去吸引 你捱到那個位置 也不代表 如果你的第十二集 會整個東西 是可以蓋回 之前那幾集的混亂情況 其實你其實 就給心實 可以了 前面那幾集 你不看完全沒有問題 你不會在那裡 你理解成問題 你不理解到什麼 是啊 其實沒有什麼故事 說真的 如果我 你喜歡心實的 OK 我覺得 以心實條線來看 你就勉強更OK 他可能說 參加大賽 沒有這件事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林明都沒有參加大賽 是啊 那些單元 集完 沒有了 他有出來 出了場 還是不知道贏不贏 他就出了場 然後大家拍完 那集就完了 下一集已經沒有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不如你還是玩遊戲算了 我覺得 玩遊戲說什麼 是比較好看的動畫很多 對吧 所以大家課金玩遊戲 好 就這樣